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变化是因为中国的生死存亡 面临挑战 所以有康有为 梁启超 他们那一群当时的知识分子 为了国家的兴亡 推动了户序变化 进行了教育改革 然后才成立晋世大学堂 希望由这个学术上面的学习来改造中国 那所以这是北大从基因上面来讲 它是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责任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使命而成立的学校 所以我想到北大来 不仅是说因为你学习好 到一个好的学校来学习 而是因为你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有这个责任感 才到北大来学习 我想包括到北大来乘客的同学们 有那么多学校可以去乘客 为什么到北大来 我想也是同样受到这个使命感的号召 才到北大来亲人 北大的学生 对国家民主的责任来共同感受 来寻求民主互兴的道路 那么怎样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想当然要发挥你的能力 但怎样让你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 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多少 实际上决定于它的报复有多大 我们一般人从心理学的研究来讲 大概是发挥你自己的潜力的很小的一部分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那你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没有发挥 但你能发挥多大的潜力 决定于对自己有多大的要求 如果你自己的要求多了 那么你就会更努力 然后你更努力的话 就会把你的潜力发挥得更多 那么对于北大的学生 跟其他地方的学生不一样 是你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怎样才能够真正把天下的责任 更换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这样有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就是 你必须对这个世界有关心 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有关心 那么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要有空生 羽生 独师生 是生日王 而且不仅要关心家世 国世 天下世 要私事关心 从这种关心当中来发现 这个国家 这个时代的需要 然后把自己的事业跟你的前途 跟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 来挖掘你的潜力 并且呢 让你在绝求个人的事业的过程当中 贡献于国家民主的复兴 我想这是作为天下英才 应有之意 那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知道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读历史课读过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我们一般讲的文明古国 有埃及 有两河流域 有印度 有中国 这属于文明古国 那在这四个文明古国当中 中国有特殊性 因为中国呢 可以讲说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一直没有断 到今天 中国还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特殊性 它有继承 它有进步 但是它的核心是没有中断的 作为地理名词的话 埃及跟七千年前五千年前的埃及是同一个埃及 但作为文化的话 现在埃及的文化 已经不是五千年前七千年前埃及的文化 两河流域是这样 那么印度也是这样子 今天印度的文明已经不是古印度文明 只有中国呢 这个文化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继承性 所以就这样讲起来 中国它有它的特殊性 那么这个特殊性虽然这样子 我想呢 跟中国文化传统上面 中国的社会精英 一直把自己的命运 跟这个国家民主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有关的 那大家也知道 中国不仅是一个世界文明的古国 而且呢 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前 曾经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 中国实际上 是当时世界最灿烂 最方华 最灿烂 最非凡的文明 中国的成就 不管是物质的成就 还是艺术 各个方面的成就 是领先于当时的世界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中国汉朝的时候 那时候是两千年前 那欧洲那边呢 是罗马帝国 当然呢 是希腊 古希腊文明的一个高峰时期 那么东西方文明呢 大概处于相当的地位 但是呢 在西方呢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一千多年的黑暗时期 而中国呢 固然有历史上的分红和合 但是呢 中国基本还是保留着 经济下滑的幅度小 而且呢 可能还在继续上升 所以呢 跟西方的差距呢 是一直保留着 所以我们当时是最非凡的 那么尤其呢 中国人多 那中国的经济总量 在世界上 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基本上 中国跟印度的人口都 那么 经济总量多大 那么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 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Angus Madison 麦迪森 他是2010年 2011年过世吧 他的统计呢 在1820年 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总量 对世界经济总量的贡献 超过30% 那当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 但是呢 从19世纪以后 中国的经济地位 从总量上来洪凉的话 那就急剧的下滑 到了我们建国的时候 1949 1950年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 就从原来的将近三分之一 剩下来只有百分之五 那么一直呢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状况才有所改变 我们现在在世界经济的总量 大概占到百分之十四 十三十四 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 才有比较快速的恢复 那么这个可以讲说 中国从原来最辉煌的一个文明 那曾经呢 有一段时间以后 变成了世界上最落货的国家之一 那么国家落货了 那就在这个国际上面的地位 也就下滑的 那么变成呢 人为刀除我为鱼肉 那么一些西方 在我们下滑的时候 他们上升的这些国家 这些民族 正好当时是殖民主义时期 所以呢 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地区 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那固然呢 中国当时没有变为西方的殖民地 但是呢我们是半殖民地 在中国呢有很多 大家知道呢 像什么这个租界啦 我们呢国家领土呢 也有一些被外国占领的地方 像原来的东北 还有现在的台湾 曾经被日本殖民 那么到79年的情形 后来呢 当然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向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那刚刚国家呢 急剧下滑的时候 那知识分子呢 就是开始追求 怎么样民主的复兴 也进行了很多努力 包括呢社会主义建国等等 但是一直到1979年的时候 从经济地位来看改变不到 你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 1979年的时候 或者我们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心GDP 就是人心国内生产总值 代表每个人生产 它的价值有多少 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心GDP 还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 而且是沙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我们一般讲 非洲分成北非 像图尼斯啦 像埃及啦 像摩洛哥啦 这些呢是北非国家 他们呢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相对比较发达一点 那么最不发达的是沙拉沙漠以南 当中呢有个南非 长期受到白人的统治 经济发展还相对好一点 那除了南非之外呢 一般人都被称为黑色黑洲大陆 那么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 可是我们在1979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心GDP 连他们这些非洲南非 这个沙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 平均数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 那可以讲说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那么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 就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从1979年到1993年 连续14年的时间 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百分之九点七 十多年的这么高数的增长在中国 人口当时超过十亿 而且大部分的人是在农村 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农村 那当时的整个基础固化面非常差 所以取得连续十几年 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 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已经是没有过了 那么后来我在1994年 跟两位朋友一个采访一个李周 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奇迹》 探讨在中国那么贫穷那么落后 各种条件非常差的通常之下 怎么有办法取得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并且在探讨中国有没有可能 在与同样的速度 保持十年二十年和更长时间的增长 那么在那本书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些探讨 这个探讨说如果能够沿着改革开放 那样的政策框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了解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 跟它的机遇在什么地方 那么怎样创造条件来挖解那个机遇 那么中国有可能保持上改革开放 全面十多年让它高出增长 并且我们当时判断 只要中国人常讲的思路对了 思路决定出路 只要思路对了 那中国应该还可以持续增长 并且呢 当时我们判断 到2015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 会超过美国 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那当时呢 整个国际学术界看到的中国 当然对全面十几年的高出增长 是事实 它没有办法否认 可是他们当时的看法是说 中国有那么多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九十年代初 是苏联东欧改革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苏联东欧改革 当时国际学术界 包括一些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这些著名的学者 大师级的学者 诺贝尔经济学长获得者 以及国际机构 向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都给这些转型中国家 提出很多的政策建议 那么当时的政策建议 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华盛顿共识 这个华盛顿共识就提出一个 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发展那么不好 主要转型 向市场经济转型 那么当时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它产权界定不清 因为太多国有企业 它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 这种干预就会造成价格的扭曲 有了价格的扭曲以后 一方面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 二方面还会由于价格的扭曲 就造成了很多租金 行政干预所造成的租金 就会有寻租就会有贪污腐败的情形 社会空气就会不好 并且这些转型中国家在转型之前 都是一个轰闭的内向型的经济 然后没有去利用国际市场 国际资源的这些优势 所以他们认为当时这些转型中国家经济搞不好 是因为这些过度的政府干预造成的 然后这些理论上强调一下很清楚 而且对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你要是有这些产权界定不清除 激励机制一定有问题 你要是有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必然会造成之间的错误配置有损疏 而且有寻租行为的话 社会行为就会不规范 人努力的方向就不是怎么去提高生产率 而是怎么样去寻租 那么这样的话 社会就有很多无谓的浪费 并且会造成收入差距 扩大等等这些问题 我想很容易就被说服 所以当时在国际上普遍一个看法 就是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 所以你们要转型 怎样来转型最好呢 当时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 必须按照华盛顿共事所讲的休克聊法 一次性的 把这些各种政府不当的干预扭曲 消除掉 然后呢 你才有办法过渡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 而当时呢 有一个看法是说 我们从79年到93年 这段时间90年代初 那么经济发展比较好这是事实 那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 5月就是当时大量人口在农村 那你从农村剩余劳动力 让他进入到制造业 那这样的话 那他生产能力就会提高 所以呢 你前面几年的发展比较快 5月就是你发展非常落后 东欧那边呢相对发展水平高一点 但是呢 因为我们当时还保留大量的国有 还保留了大量的政府对各种价格资源配置的干预 他们当时认为 这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经济体制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会崩溃 但是呢 我们在《中国奇迹》这本书当中呢 不太赞成这种观点 我们觉得当时中国的这种 解放思想实施求使的渐进式的改革 是比西方的所谓修可疗法的改革更好 那么当时呢 这种说法是很少数派的 大家认为呢 这是无论就是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 但是2014年的时候20年过去了 那么这本书呢 出版20多年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呢 那这个研讨会呢 基本上 中国的发展 就像我们那本书里面所预取的 维持稳定 跟高速增长 维持稳定 跟高速增长 而且呢 中国的这个转型 它的这个 它的过程 它的演化 它的进步 它的深化 基本上呢 也按照那本书里面所描述的 这种情形 在前进 尤其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跟世界也不是一帆通胜的 因为呢 当中国内还遭受到不少冲击 像2003年的时候SARS 文川大地震 那从外面来讲的话 还有呢 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经济本来在世界上是发展最好的 但是呢 在97年98年 突然间遭受到一个 预想不到的金融危机 东亚经济幾乎前功尽弃 那么中国在东亚当然会影响到中国 2008年的时候 那么世界呢 还发生的 从1930年代的 经济大销流以来最大的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但没想到的就是 中国经济 那么 确实就像 94年我们出的 《中国奇迹》这本书的《玉端》那样的 继续乘轰破烂 往前进 当时呢 我们预断就是说 如果按照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政策 框架跟思路来做的话 到2015年 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 这个 计算的经济规模 会超过美国 但我们也不是完全准确 因为实际上是2014年就超过美国了 还是稍微有点偏差 不过基本 还是正确 这个当时大家都没有预期到的 当然这本书呢 书有很大的 这个预测能力 而且我现在讲 这个预测还不是点的预测正确 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本书 后来出了这个再版 全文我加了一个很长的序言 我还希望你们去看 里面所讨论的中国 这种转型的方式 为什么有这些成绩 会出现哪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 有什么条件 然后当这些条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后 应该怎么来改比较好 你们可以看呢 其实我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94年以后的改革开放 是按照这本书作为蓝图来做的 但要是四货之锅 诸葛的话 那你可以看这本书所描述的 转型的这种深化 现实就是这样的 这本书跟现行基本上是高度吻合 不是终点的预测的吻合 而是整个动态过程的吻合 那总的来讲 就是说这本书所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 书有相当大的这个解释力跟预测力 总的来讲的话 在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 底子这么薄 那么维持这么长的时间的高速增长 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 应该在93年 我们92年开始这本书 那9293年 已经有十多年百分之十九的增长 而且在人口这么多 转型过程当中已经是没有的 那后来这二十几年还这么增长 那更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场的各位 作为中国人是可以很骄傲的 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类 盘古开天以来的一个经济奇迹 当然在座的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 里面都是这个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里面也都是这个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那么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从79年到现在2016年 已经过了差不多36年 对不对 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 是什么含义 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 实际上这是超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硕定的目标 邓小平在79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在80年的时候接近外边的时候 曾经讲过说希望改革开放 那中国呢 能够二十年翻两翻对不对 二十年翻两翻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 二十年翻两翻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 就是百分之七点二 那么当时很少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包括当时我是北大的研究生 然后呢 听到说二十年翻两翻 那么因为他没有讲平均每年增长多少 所以我要了解平均每年增长多少 我就要算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初 不像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手机里面都有一个计算器对不对 然后你拨两下你就知道平均每年要增长多少 当时没有这些现代化的功绩 所以我就了解说二十年要翻两翻 平均每年增长多少 我花了整个下午才搞清楚 怎么开始呢 我想说如果每年百分之零点五 一点零五乘二十次方 花点太少了 花不了两翻 那就一点一吧 每年百分之十 那翻两翻二十年 那花现超过了 所以搞了一下午才发现是每年七点二 当我知道每年要七点二的时候 老实说当时我是不太相信的 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当时 发展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 自然增长理论 这个自然增长理论就是讲说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除非在自然灾害或是战争破坏以后的恢复起义 可能可以有几年百分之七或稍微高一点的增长 但是在正常状况之下 它的经济增长率一定在百分之七以下 而且这个呢 是理论上当时这么论证 经验上似乎也这么凝结一点 好像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当时小平同志讲说我们改革开放 尤其当时底子那么薄 各种条件那么差 要连续二十年百分之七点二的增长 当时我觉得是小平很有政治智慧 什么叫政治智慧 中国有一句话叫 齐法夫上 谨得其中 对不对 那如果你齐法夫中的话 那你谨得其下 对不对 所以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最大的本领是什么 古境 对不对 所以你把目标设高一点 明明知道它不可能实现 但为了让大家呢 能够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号召之下 努力前进 即使没有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的增长 那百分之六点五也不错啊 百分之六也不错啊 当时我是认为这样的 现在反思起来 我觉得小平同志还太保守了一点 因为我们不是二十年百分之七点二 我们是三十六年平均满人百分之九点七 那你不要看这只差二点五的差别 对不对 二点五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你比如说要是七点二的增长 十年翻一翻 二十年翻两翻 三十年翻三百分之八倍对不对 然后呢增加六年的话 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 无非就是七九年的大概十五倍 十四倍十五倍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每年百分之九点七 持续的三十六年 现在是二十八倍 你到底说我们现在是七九年的十五倍好呢 还是七九年的二十八倍好啊 那肯定是二十八倍好啊 对对所以你不要看那只有二点五的差距 那时间长了以后 差异会长得大 那么在这么高速的增长状况之下 我们2010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我们当时只是七点二的增长的话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日本的规模 还达不到日本的规模 就是因为我们高速增长 我们2010年就超过日本了 那么2015年去年 我们人金GDP达到7808美元 是一个中等偏上所有的国家 我想在七九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金GDP 连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 今天我们是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五倍以上 那当然跟华拉国家还有差距了 美国现在人金GDP大概是五万六 我们这七七千八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是跟过去比我们已经提高了很多了 那么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原来中国奇迹那本书是预测2015年可以超过美国 那实际上我们2014年就超过美国了 变成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世界最大经济体 那这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 也非常快 在七九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 当时我们的进口加出口 占国内生产种子的比重不到10% 而出口占GDP的4.7% 进口占GDP的4.8% 两项加起来是GDP的9.5% 也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生产活动 跟国际经济是不相干的 但是在过去这36年 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是16% 所以36年的间 我们的贸易总量是增加了208倍 那在2010年的时候 就超过夺狗 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所谓世界的工厂 2013年贸易总量就进口加出口 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然后呢 我们的外汇储备 超过3万亿美元 变成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我们的贸易进口加出口 占GDP的比重 现在在50%左右 在所有大国当中 所谓大国就是人口超过1亿人的国家 我们的这个贸易依存度 就进口加出口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呢 我们的经济是最开放的 那么这个呢 多可以讲说是改革开放出去 大家 我们自己没有预想到 世界上也没有人预想到 当然呢 《中国奇迹》那本书预测到了 那么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 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自己是感受比较深刻的 比如我原来在台湾出生 79年到大陆来 然后到北大来读书 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初期 刚刚开始 那确实非常贫穷 非常贫穷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这个 到大陆来以后在北大读书 那当然就住在宿舍里 然后吃食堂 那吃食堂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 当时我发现我的同学们 通常吃午饭 几点就去吃午饭了 你们现在几点几次吃午饭了 12点 12点 还慢慢吞吞有时候到12点半对不对 不吃 有时候干脆不吃 当时我的同学上课 11点钟一到就赶快到食堂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到11点钟肚子已经非常饿了 因为当时到11点钟肚子已经非常饿了 为什么到了11点钟肚子已经非常饿呢 起得早 一方面是起得早 为什么起得早呢 睡不饿 因为你睡不着 因为你到早上肚子就饿了 饿了你睡不着 你饿了睡不着你就要早起 早起你去吃饭吃什么东西呢 不会就是喝西粥 吃点馒头 那些东西都很容易消化的 所以到11点钟的时候都已经消化光了 当时我住在北大 当然到大陆来以后 有一些朋友很关心 他就说在北大吃得怎么样呢 我当然不好意思说吃得不好对不对 我说吃得还可以就是碳水化合物太多了 因为基本没吃肉 所以每个人肚子里面没有多少油的 你没多少油的话就特别容易饿 所以当时的生活状况 那真实跟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他在讲一个故事 后来我八十年到美国去 八七年回来 回来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国内的人特别喜欢出国 为什么特别喜欢出国 你知道出国一次只要你跨出国民 有一个 你有个复杂画面盖一个章 就是出去一天回来有什么好处啊 可以免税嘛一大件 你们小一点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 什么叫一大件三大件 就可以免税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很大的这个特权啊 然后呢 如果你是出去 短期出去你可以买一大件 如果你出去 超过半年有什么好处 可以买三大件 那我出去的几年呢 我八年出去对不对 八七年回来对 五年对不对 五年有什么优惠呢 我可以买六大件 可以想看我买了哪六大件回来 我买了哪六大件 我买六大件里面 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我看不是六大件 我好像可以买八大件 对对买八大件 我可以买八大件 所以呢我买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 还有一个热水器 因为在国外养成的 每天洗澡的习惯对不对 当时要洗澡的话 那不像现在对不对 所以呢就买了一个热水器 还剩下四大件买什么呢 我买了四个电风扇 我买了四个电风扇 为什么买四个电风扇 我家有四口人 我还有我爱人 还有一个小 还有一个男还有一个女孩 当时没有想到买空调 因为空调这个概念太遥远了 没有想到说会有空调这回事 当时说要是家里每个人有一个电风扇 已经比房地老爷子过得还好 你到故宫去你看房地也没有电风扇 所以当时觉得有电风扇 日子太好了 所以当时呢 八大件当中有四大件是用来一个人一个电风扇 那是 那是 已经是87年了 对不对 改革开放都已经将近十年的生活了 然后这段时间里面呢 这个贫困大量消除 我们在 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按照我们国内自己的统计 还有30%的人是在温饱性以下 是贫困人口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 当时所谓1天1美元 现在变成1.25美元 就是以1天1美元来计算的话 我们79年的时候 全国有80%的人还是在贫困人口 国际上的定义的贫困人口 那因为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 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就5亿多人摆脱贫困 现在有多亿多人摆脱贫困 那这个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因为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上有很多国际发展机构 像UNDP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些国际发展机构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然后消除贫困 可是到2000年的时候 这些国际发展机构做了一个盘点 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消除了这 当时是5亿多贫困人口排除掉 世界贫困人口 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 不仅没减少 而且还在增加 后来他们可以讲说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了 是因为加放中国这个国家 我想这边 2008年我有机会到世界银行去当 高级富航党兼主管发展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 跟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取得的成绩是高度相关的 因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 全球经济学界最高的 经济学家最高的职位 那么过去呢 这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般来自于欧美 著名大学里面大师级的这些教授 而且通常呢 还有相当大的政治经验 你比如说 像Stiglitz 他得到诺贝尔奖 他也担任过美国白宫总统经济顾问文会的主席 像Larry Summers 她也是首席经济学家 她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 当过哈佛大学的校长 还有一些当过中央英雅行长这样的 而且都在大学里面非常有地位的经济学家 那为什么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 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取得了成绩 那么解决了这些国际发展机构 所想解决的问题 那才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这从我个人来讲是很高的荣誉 但实际上这荣誉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 我不过就是水涨船高 作为比较早学习现代经济学 比较早回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才有这个荣誉 然后中国的这个快速发展 实际上对世界的贡献 尤其对世界穷人的贡献 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我们 我前面讲到2013年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 对不对 2010年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 那我们出口的产品一般是什么 跟生活必须有关的 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品 衣服、鞋子、电器用品 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呢 中国的产品质量很不错 而且价格非常低 我个人有一个确身体验 82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当时也穷 带不上什么好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就戴了两件衬衫 我的同学都非常的羡慕 什么样的衬衫 用丝做的衬衫 我当时我去82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 戴了两件用丝做的衬衫 那周末呢 或是学期结束开party 我就穿着这个用丝做的衬衫 我那些华达国家的同学都非常的羡慕 他说你这么了不起 你穿丝做的衬衫 但是你今天到华达国家的超级市场去买 四周的衬衫是非常便宜的 到了90年代 后来我毕业 我又到美国去教书 在洛杉矶那个地方 在Yushir也教书 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拉丁美洲人 那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人 到这个中国人开的商店 一去的话 四周的衬衫一买就十件 因为他的东西非常便宜的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中国当时也就 凡是中国买的东西 那就贵对不对 凡是中国卖的东西就便宜 所以呢 很多呢 原来穷人不敢想象的生活 拥有的产品 因为中国的出口 让他们也都享受到 那这个对世界这些穷人 生活的改善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然后呢 我们的高速增长 我们缺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就贵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 所以在高速增长过程当中 就进口了很多 不仅发达国家的这些机器设备 也进口了很多自然资源产品 然后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生产还是以自然资源产品为主的 很多 搭动他们的价格 带来的在90年代 和本世纪初 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的进入到 二战以后最快速的增长 这也是中国拿动的 另外呢 中国呢 不仅高速增长带来我们自己的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呢 对发达国家 发达经济体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当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97 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经济体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经济发展少数比较好的这些经济体 但是97突然间爆发危机 那么爆发危机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认为 东亚经济体可能会从此一节不振 会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的经济的萧条疲乱 但是呢 到2000年以后 东亚经济体都开始恢复快速的增长 那么当中呢 中国是主要的 一个是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 然后在东亚经济体 他们危机冲击的时候 他们后面大量贬值 那么中国是一个出乎很多的国家 一般人预断 中国为了保持出口 中国人民币会贬值 那如果中国人民币贬值的话 那么其他东亚经济体就很难互输 因为呢他们出现金融经济危机 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外汇储备都没有了 他们的货币呢受到攻击了 然后呢 他们的货币呢继续崩盘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要维持稳定 必须呢就是建立起货币的稳定 怎样建立起货币的稳定呢 就必须增加出口 然后积累外汇 才有办法维持货币的稳定 那他跟我们呢 产品在国际上有很多竞争 如果中国当时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也去货币贬值 然后他们呢 产品的竞争力跟中国的竞争力 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力 就很难增加出口去积累外汇 那就很难恢复稳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可能要进一步贬值 那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 我们他贬值 我们贬值 我们贬值他又贬值 那这样的话就会像一条船 在风雨飘渺当中没有一个安定的锚 后来呢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后面没有贬值 同时呢 中国经济还保持8%左右的增长 还是强劲增长 所以既维持的稳定 又拉动他们的经济的增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每个人都承认 另外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突然爆发 而这次爆发是从发达国家来 由美国开始 马上传播到欧洲 当然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但是呢 我们呢就 在2008年底开始 4万亿的积极抬战战策 2009年第一季度就恢复增长了 那中国的增长 拉动其他新型市场经济体育 在第二季度增长 然后呢 发达国家呢 到了第三季度下半年 也站稳了脚跟 这也是中国的贡献 所以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 不仅是说 带来我们自己福利的增加 也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进入到本世纪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十多年 我们平均每年 对世界增长的贡献 都达到30% 或更多 就是到2015年 去年 我们经济增长下滑到6.9% 但是我们的经济规模 现在占全世界的14% 所以呢 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 还是0.9个百分点 那世界的经济增长 不贵是3.1 3.2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来贡献还是3个4个百分点 还是世界增长的主要的这个发动机 这是中国快速增长取得的成绩 所带来的贡献 那么关键都是过去的对不对 这都是既往里 对各位来讲的话 当然更重要的是 未来发展怎么样 中国在30多年来高速增长以后 还能不能保持快速的增长 而且保持快速的增长 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即使到2015年 我们的人间GDP在7800美元 美国已经达到5万6、5万7了 德国差不多4万8 日本3万8 我们跟他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我们要赶上他的话 我想不是总体规模赶上 而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的赶上 所以除非我们以比他更快速的速度来发展 不然赶上的时间就要拖很长的时间 而且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 现在发达的国家还没有真正的互书 然后现在世界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增长 而中国呢 从过去 从本世纪初以来 每年贡献30%的增长 如果中国增长慢了 那全世界就没有增长的动力了 那他们的状况也可能就会更糟 会一种恶性循环往下陷的情形 所以就为什么中国的增长 中国的一切事情 现在在国际上都引起高度的贯注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最近 这个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又非常的多 当然呢 中国崩溃论 从改革开放以后 隔三差五就来一次 那隔三差五来一次 最主要是中国没有按照西方 理想模式方式来改革 所以有很多问题 然后呢 他们对中国能够取得高速增长的原因 不了解 所以主要看中国增速增长 慢下来 他认为中国要崩溃了 那么最近呢 这个声音又非常强 最主要呢 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往下滑 那么到了2014年 我们增长速度是7.3 2015年去年只有6.9 去年的增长 6.9是25年来 就从91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并且呢 从改革开放以后 持续7.6年的时间的经济增长下滑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然后呢 他们认为 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是因为中国内部原因造成的 中国有很多体制 机制 比如说产权界定不清 政府的干预 还有呢 中国的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这个投资太多 消费太少 等等这些问题造成的 而这些问题都不容易改 所以他们认为呢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 那这个中国增长速度下滑 过去呢 他们认为中国有很多矛盾 是因为呢 经济增长速度快了 就把这些矛盾都掩盖了 现在呢 现在呢 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 那这些矛盾就要爆发了 就要这个这个显现出来的 再加上呢 中国有房地产的泡沫啦 帝王投资平台等等这些问题 说明他们认为呢 中国经济的危机 随时会爆发 当然呢 有很多人 比如说 对预测2008年 这个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它为什么发生 美国纽约大学一个教授 叫霍梅尼 他呢 预测中国2013年一定会爆发 他2013年年初到中国来访问 走到一天以后 他说中国2013年一定会崩溃 当然没崩溃 但是呢 像这种中国崩溃的声音 可以讲在媒体上面是非常主流的 我今年呢 去参加达武术论坛一月份 那大家知道 首都知 这个 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投机家 也赚了很多钱 就是因为 他老判断这个国家会崩溃 然后他果然崩溃了 然后他就赚钱赚了很多了 然后他现在就讲说 他关于中国的股票全部都卖掉了 他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 那这个声音非常主流 很多人都赞同 那你看国内的媒体 也有相当的人问一下 中国问题这么多 怎么不崩溃呢 所以呢 这个变成很主流的声音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到底 这些对中国很悲观的人 他们的判断正确不正确 他们所以悲观很主要来认为 是中国经济增长输入的下巴 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体制机制 真正有谋事造成的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中国做一个转型中国家 确实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 不然中国就不是一个转型中国家 中国这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定有很多体制的落后性 不然就不是发展中国家 可这些问题肯定存在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中国人说对症才能下药 对不对 中国有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存在 对不对 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 那现在问的问题是说 从2011年以后这么持续6年的 经济增长输入下滑 而且现在下行的压力还挺大 是不是就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如果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那你就必须改这些因素 然后你发现改这些因素 即使你下跌性是改的话 很可能短期之间经济会更进一步下滑 因为很多所谓结果性的改革 都是收收性的 然后呢 如果经济不下滑的话 金融可能要出问题 就位可能要出问题 社问题也要出问题 那很可能中国 改也崩溃不改也崩溃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 这个经济下滑是事实 但是原因是什么 才能够对上下药 那我个人就是说 我认为下滑最主要的原因 是外部性跟周期性 为什么外部性跟周期性 其实很容易理解 跟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 首位金砖国家 新一市场经济体 包括像巴西 俄罗斯 还有印度 他们在同一段时间里面 经济增长速度都下滑 而且下滑幅度比我们大 印度好像是一个例外 但印度 其实也不是例外 因为印度 这条线 它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增长10.6 它增长10.1 同一个水平 它在2015年的时候 14年的时候 跟我们同样是7.3的增长 那么 它好像有一个反折 对不对 但这里面 它2014年 7.3的增长 其实是这样 它2012年 跌得比我们深 我们7.7的增长 它只有5.1的增长 它跌得比较深 当然会有一个 触底反弹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它在2014年 所改变的统计的方式 这个统计方式的改变 让它增掉 将近2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你把它 将近2个百分点取消掉的话 那增长只有6%而已 所以还是比我们笑话的多 那你总不能说是因为 中国的体制机制的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增长 速度下滑 把其他跟我们同样发展 中国的国家都往下拉 而且拉了它跌得比我们还厉害 这说不过去 而且证明我的说法 最好的方式是看守卫 高收入高表现 但只要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 高收入高表现之后 这些经济体它是高收入国家 而且高表现国家 这代表它应该没有多少 体制机制结构性的问题 是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 像新加坡 我们自己的台湾 还有韩国 同样从2010年以后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大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201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下滑是40 但下滑的原因一定是 共同外部性的因素 或是着际性的因素 那么其实也不难理解 我们一般讲短期的经济增长 有三驾马车 出口增长 还有投资增长 还有消费增长 从出口增长 我讲说从79年以后 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百分之十多 对不对 贸易增长百分之十六 出口增长比进口增长快一点 所以我们平均出口增长 每年大概是百分之十六点八 但是从2008年以后的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花达国家还没恢复 所以它是在高失业 而且家庭收入增长非常慢 并且过去家庭的负债非常多 所以它还要去还债 收入增长还要去还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消费增长就非常慢 它的消费增长慢的话 就造成我们的出口增长得非常地慢 本来我们每年出口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多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其实我们每年的出口增长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一下子变成去年是负增长百分之一点八 所以三驾马车低驾马车跑慢了 不仅跑慢而且往后跑 那么中国是这样 其他发展国家或出口多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是一样 共同的 第二是投资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爆发以后 每个国家为了稳定经济稳定就业 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 一些投资像我们四万亿 那些项目经过四年五年六年都在建成了 可是国际经济还没恢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说新一轮的 反周期的 反周期的 这种干预政策去支持投资的话 投资增长的一定下滑 你比如说在十一五的时候 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百分之二十五 十二五 2010年到2015年 投资增长只剩下百分之十七 去年我们的投资增长 民意增长是十个百分点 扩除掉物价组织十二个百分点 你从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长 下降到百分之十二的增长去了一半 那当然呢 经济增长速度会下落 那么这也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 那么唯一剩下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是销汇 相对来讲我们销汇还好一点 因为我们就业还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家里收费还在增长 我们的消费增长还维持在百分之八左右 因此呢我们才有办法 2015年实现百分之六点九的增长 但其他国家前面两个因素是一样的 它消费增长还没有这么快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的经济增长就比我们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要了解问题的根本的原因 对正下谣 你不能说有问题 就是一定这个问题造成的 我们是转型中国家 肯定有很多体制 是居治各方面的问题 尤其你拿发达国家理想的模式来做 参考的时候肯定有很多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是不是那些因素造成的 这可要想清楚 不然的话可能造成头痛一头 甚至头痛一脚的情形 那么从这边分析来讲的话 我觉得目前上国际上 甚至包括国内学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并没有真正的把问题看清楚 因此开出的药方 有时候经常是预言非常好 但是不解决问题 那么今年马上就开两会了 要通过十三五规划 对不对 那十三五规划 跟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 目前国内国外 基本上也是有两种看法 普遍的看法非常悲观 悲观的原因就是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了 过去每年9.7%的增长 是两位数字的增长 现在进入到新常态 那么去已经在去以下的增长了 那么他们认为这种增长速度 会继续下滑 因为中国增长的潜力 已经跳了去以下 有的人认为甚至是到六到五 或是更低 那他们这种看法 基本上是这么的推论 因为东亚经济体 他们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 一群经济体 对他们来讲 也无畏就是二十年 百分之到百分之十的增长 然后呢 经济增长速度都掉下来了 掉到七六五 甚至到四 中国现在呢 已经三十六年的 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了 那从以来很可能跟他们一样 你不可能继续维持那么高的增长 所以他们认为呢 应该会在百分之七以下 甚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 并且呢 中国不仅是说 跟这些高表现的经济体比 我们增长的会去没有了 而且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啊 你比如说 从体制上面的改革没有完成了 环境恶化了 人口老龄化了 那么很多国家进入到收入 中等收入以后 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那中国呢 也很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一种看法呢 我是少数派 94年的时候是少数派 这一次我又变成少数派了 我认为中国从增长潜力来讲 还有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 还有十几年百分之八的增长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潜力 有这个可能 那这两种观点到底哪种观点 是比较可能呢 我想 这不是意愿的问题 这是分析 理解问题本质的问题 那理解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了解 经济增长是怎么样造成的 经济增长当然就是说 你每天产的越来越多 对不对 产的越来越多的一种是 各种投入要素增加 资本劳动 自然资源增加 那你就可以 这个生产不断增加 经济可以不断增长 平面的增长 那么这个当中呢 要素的增加当中最重要的是资本 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资本 自然资源它增加很慢 对不对 通常一个国家自然资源是给定的 那么劳动力可以增加 但劳动力的增加 受到人口增长的耶稣 那人口增长一般很慢 快的国家也不过就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像我们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 已经降到百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人口增长是非常慢的 这个呢 这个所以呢 重要的是资本 资本可以积累的非常快 当然你要是不积累也非常慢 那么第二个呢 就不仅是说你各种投入要素增加 你可以提高技术 所以同样的要素你可以产出更多 这是第二种方式 就现有的产业把技术水平提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不仅是现有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 你还可以新的产业出现 那新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更高 你可以把现有的要素 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 重新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那么再来呢 这些呢 技术啦 产业啦 是你生产的可能 那你效率是不是那么高 还决定你 你各种制度安排是不是完善 所以一般讲起来 经济要增长就靠这些因素 那么 那对这些了解来讲的话 技术创新 技术的不断的这个涌现是最重要的 因为从原来经济史来看的话 工业革命 就是18世纪中叶以前 就包括欧洲那些高收入 当时的高收入经济体 他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 不过就百分之零点零五 人金收入增长百分之零点零五 要1400年 援军GDP或人金收入才能翻一翻 因为当时的经济 技术增长得非常慢 工业革命以后 出现了所谓科学技术日新业异 带来呢 经济发展一日前例 为什么讲 因为工业革命以后 技术变增的速度加快了 所以 人金GDP的增长就从 百分之零点零五 一下增加二十倍 变成百分之一 人金GDP 翻一翻手 削了时间 就从1400年变成70年 然后进入到19世纪中叶以后 这技术进步的速度又翻了一番 那么 人金GDP的增长 从每年百分之一 变成呢 每年百分之二 人金GDP 翻一翻手 削了时间 就从每年 70年翻一翻 变成35年翻一翻 所以1400年变成70年变成35年 这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 一个最了不齐的事件 有些经济学家还说 人类经济史上唯一的事件 就是这一件 就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叶之前 基本上 人类的历史是 马尔萨斯周期 人口增加 造成经济规模扩大 然后呢 人口增加 收入不增加 甚至减少 然后就变成 这个激方战乱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 后来打破这个循环 基本上是工业革命造成的 然后这个技术创新 其实决定其他因素 因为呢 你要有技术创新 才会有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要是没有技术创新 你不断积累资本 我想大家知道 经济学上给我们讲一个道理是什么 资本的便去报酬地减 你就没有积累的积极性 拿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讲 比如说 在传统社会里面农村 那每个人当然要工具 对不对 那你割刀子都叫镰刀 对不对 那农户再穷派会一把镰刀 那你会不会说 我现在一把镰刀 我去资本积累去拥有两把镰刀呢 你拥有两把镰刀以后 你割刀的速度恍而慢了 对不对 你割刀的时候 你们大概都没有在农田工作里面过 你割刀的速度是一把 一手抓住到水 对不对 然后一手呢 就割刀 对不对 那你要是两支锁都拿来 连刀怎么割啊 所以它效率是下降的 所以你如果说你的技术是不变的 为止在连刀的技术的话 那你就没有积累的积累性 资本就不会增加 只有技术不断创新 那农民他不断积累 资本的回报率不会下降 在那种状况之下 他才有之类基本的积累性 这个我在芝加尔大学的导师Schultz 他拿了洛贝尔奖 这是一个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就是说他认为呢 原来大家都认为 传统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 因为他们不积累 现代社会的农民是理性的 因为他们积累 有积累又扩大在生产 那他讲说 并不是农民不愿意扩大在生产 因为他要是技术不转变 它积累的话 效率是下降的 省吃减用 结果呢 产出还更少 那干嘛省吃减用呢 所以呢 你要改造传统农业 然后呢 这个技术创新 它不仅是说在现有的产业里面 越来越多更好的技术 你从镰刀变成拖拉机 不只是这样 你要为涌现了新的产品 然后这个新的产品物价价值更高 所以就从农业里面的机械化等等 然后变成制造业了 制造业里面呢 开始从简单的制成品 或者电子产品 现在有计算机 现在有手机 这样不断新的产业不断出现 这新的产业的附加价值都比那样更高 那也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 那当然呢 你随着这个技术创新 生产的水平提高 生产的复杂化越来越复杂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让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的效率 效率能发挥出来的话 那你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的完善 跟制度的完善 农民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基本上 他生产出来的 大部分自己吃掉了 剩余只有一点点 然后可以到市场上跟人家交换 他不生产的东西 那当时的交换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敢需敢急 有些地方还敢庙会 一年只有一次 把他剩余的东西到庙会的时候 去有无互换 那在农业社会里面的话 那比在游牧社会里 游牧社会大部分都是敢庙会 然后在农业社会里面 可能是敢需敢急 那急的话通常是一个月一次 半个月一次 那半个月这里面就把你自己的剩余的 拿到市场上 以物换物的方式去交换你不生产 但是当时的交换就非常少 而且市场的范围就非常的近 那当时也不会有什么交通基础设施 然后当时你交换的时候都是熟人之间的交换 所以也不用写合同 也不用怕人家骗你 但是你这段工业社会里面就不一样了 工业社会里面一个最大的特性是什么 你生产不是为了自己 你生产是为了别人 而且你生产的规模非常的大 你要进入到很大的市场 进到很大的市场的话 你就必须有好的交通基础设施 所以亚当史密尼他讲 市场靠分工的话可以提高效率 但分工能够多细 决定你市场的范围有多大 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 做真的故事对不对 他讲说这位工匠从真从土做到尾的话 一天生产十根 但是如果你把它分成十道工序 十个人一天可以生产五千根 大概一生产十根好 还生产五千根好啊 你说哪一个好 看市场范围有多大 如果你市场只是你们村子里面的话 那你一年也用不到五十根啊 对不对 那所以你就一个工人慢慢的去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生产五千根 那你就要卖到很大的市场里面去啊 那你市场范围有多大决定什么 决定你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多好 而且如果你卖得非常远的话 你接你交易的人你就不认识了 而且呢 随着现在的这个工业的发展 交易的产品的价值越来越高 那你又跟不认识的人交易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必须写个合同 而且呢 合同还要有人来执行 所以你必须有华丽华丽制度 那再来的话 你农业的时候 他一般呢 生产下来留下自己吃的 还留下一些种子 也都是自己生产的 所以呢 什么东西都自己自主 但是你进入到现代社会 就是现在农业社会里面 你用的种子是买来的 对不对 而且用化肥 所以你在生产的时候 你就必须有不少一次性的投入 那这一次性的投入不见得自己 有足够的钱 你就必须到金融市场去借钱 尤其呢 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 你要买机器设备 要建工厂 在你进入生产之前 可以有产值 可以卖到市场之前 你要一次性很大的投入 一般呢 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 而且自己有那么多钱 你也不愿意把所有的钱都放在 一个生产活动上 我一般讲说 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必须有金融市场 来动员别人的圣女 来让你从事投资 那你就必须有金融市场的安排 因为别人要把钱借给你 他必须有信心 你会把钱还给他 你借的钱是从事 正当的活动了 所以你就必须有很多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金融基础 结合上擅长建筑的东西 这一点呢 我想马克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对人类发展一个非常伟大的发展 比如说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分工的细化 生产规模的扩大 风险的增加 你必须有各种硬的基础设施 像道路啦 像电力啦 还有软的制度安排 像法律 像金融等等这些 这些呢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你经济发展呢 经济基础变成上层建筑要变 上层建筑不变的话 你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对不对 你那些效力就发展不起来 这是我们知道呢 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这样 然后这有当中的一些决定因素 那么这个当中 我觉得技术创新是核心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 也就是我曾经前面讲 有些历史学家 人类经济史上唯一的事件 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不断创新 新的技术 新的产业不断涌现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技术创新用什么方式来创新呢 它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种是现有的产业里面 你生产的效率越高 或生产产品的质量越高 另外一种呢 是新的产业不断出现 新的产品不断出现 有的呢 所以说这种产品的创新 也叫流程的创新 都是创新 那创新是一种新知识 这种新知识怎么来的呢 一种是你自己把它发明出来 靠研究看发明 一种是别人已经有了 他的东西比你好 你把它引进来 这两种方式都是创新 在这里面呢 我想这位经济学家的创新 跟这位科学家的创新 含义不太一样 这位科学家的含义创新 就是化明 这位经济学家或企业家的创新 无谓到下一期生产的时候 你所用的技术 比现代的技术好 你生产的效率高 或产品的质量好 或是你到下一期生产的时候 制度的生产活动 它的互加价值 比你现在生产的互加互加价值高 都属于创新 创新是跟故级比的 不是跟世界比的 科学家的创新是跟世界比的 原来是最新的才叫创新 然后经济学家或企业叫创新 是跟自己比 比你现在用的 好的都叫创新 那这里面可以是 别人已经有了 别人已经用了 你还没用把它拿来 这也是创新 那这种方式哪一种比较好 花达国家大概只有一种选择 因为花达国家 它现在收入水平最高 代表它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 代表它现在所在的行业 它的技术跟互加价值水平最高 然后如果它已经在全世界最高了 那么它要经济发展 它当然必须不断创新 对不对 那它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了 所以对发达国家来讲 创新等于发明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 创新既可以是发明 也可以是引进 到底是发明好呢 还是引进好呢 如果你有引进可能的时候 当然是引进好 你没有引进可能的时候 当然必须发明 但是你这里面也不见了 你电脑核心技术 你要在国内生产核心技术 大概不行 但你买电脑总可以 所以这里面呢 你在这里面有很多是 我们把它作为生产活动的手段 来生产这个产品 还是用这个技术来生产其他产品 大部分的生产 你比如说电脑核心技术不能够引进 那你是你想去生产电脑的核心技术啊 我说其实是在这个芯片的话 其实引进来说像英特尔的话 如果控制新的话 所以你要自己造出来 比如自己发明 对 你自己造出来 我们原来这些核心的就是 你可以买出来 你要用的还是自己造 对对 但是你用 引进来可以用 它原来是喷腾1 现在变成喷腾2的 那你还是可以跟它买喷腾2进来 但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去自己研花 这些成喷腾2 这里面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且我跟你讲 大部分的错误都换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这个课将来会谈 如果是已经成熟的技术 可能演技来说成本的这样 对 如果是一较前沿的技术 可能演技来说 会令你不解决这个科研的力气息 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在这个前沿上面 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前沿上面 还有就是长期短期的考虑 对 短期之内引进技术 就是利益比较见效 但是长期来看 你不能总是引进别人 那你问题是 你如果短期的引进 你小步快跑到最后你就不会引进了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问题 也是这堂课 到了第三次第四次谈的时候 就会跟你们解释的问题 我想大部分 大部分的知识分最容易犯的是什么 好心干坏事 厌望非常好 效果非常差 那我们想说要把问题的本质了解清楚 就是想避免好心干坏事 这个最近这个新文化运动 去年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我写了一个文章 就凡是新文化运动以来 知识分子我想 其实从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希望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到79年 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中国国力还不能很小 不是他们不努力 这里面是一个很需要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这门课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式 思考的框架 那我现在讲就是说 有引进的可能 引进总是比较好 因为在全眼的技术发明上面 中国有一句话叫 一将功成万古枯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如果你是认为当兵就能当成将军的话 那都好啊 对不对 险中养主 但是要出一个将军要死一万个人啊 你怎么知道是那万分之一的将军 还是那9999的死亡的将士啊 如果你是当成将军的 当然回报非常高啊 可是我们国内里比如说 就是国民战争出了那么多将军 比如说我们出将军最多的是哪个县啊 黄毕是吧 湖南还是湖北 有一个县 黄安 黄安还是哪边 湖北 原来叫黄安现在叫鸿安 哦 鸿安 湖北 他出了也不过几十个将军嘛 湖北 但他出了多少 他出去了多少人啊 他出了几万人啊 对不对 所以当成将军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是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知道 我们知道 一般讲起来在最全员的科研上面 对 你不要画哪个国家它有个规律 一般在最全员上面的研发研究跟发明的投入 一百件当中成功的 大概就一件两件 你们这边不是有很多读物理 读化学的在实验室做工作的 你做了那么多实验成功的有几个啊 对不对 大部分的实验都是没结果的嘛 对不对 那你在最前沿的技术研发就是这样 从规律上来讲的话 它还不是基础科研 基础科研它失败的概率更高 大家现在讲引力波对不对 引力波研究多少年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开始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阿尼斯坦提出来是一百多年了 然后开始去做引力波的研究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开始吧 到现在才刚刚证明 对不对 那当中有多少人努力啊 这次参加人就超过一千个人 对不对 那一般也就是说 不要做那么基础科研 就是说一般运用科研的话 一般发现一百件成功的 顶多十件 然后十件你可以是申请专利 申请了专利以后 有应用价值的多少件啊 也就一两件 那科学家为什么老讲研花好呢 因为科学家做研花都不需要自己的钱 对不对 都是用别人的钱对不对 别人的钱用不完的 然后研花成功了以后 好处谁得到啊 科学家得到啊 但是研花不成功也没关系啊 一般人不是自己的钱 还可以写个论文说 这样做不会成功的 那只要你能发表的话 还能进等对不对 所以你要问科学家 他一定跟你讲说 研花 原始研花好 但你要是企业家就不是这样的 你要成本的对不对 那么所以能引进的时候啊 一般讲引进的成本低多了 你引进的成本 最贵的就是买 刚刚研花出来的 那他的成本呢 也不过就是原家 研花成功最向的成本的30% 他为什么30%就卖给你 因为他可以卖给很多人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你是买成功的研花费用的30% 99%不成功啊 那些要算成本的话 其实你的成本就非常低了 而且你买的一定成功嘛 所以这样的话成本低风险也小 要是能引进的时候 当然是以引进为主 好 那么由于引进的可能性 让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所谓货发优势 发达国家必须自己发明 发明呢 投入非常大 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 所以他新技术的研发 虽然专利好像都是发达国家的 但他技术进步的速度其实是慢的 发展中国家如果你懂得 用引进的这个可能性 成本非常低 风险非常小 而且你可以大量引进 所以从经济意义 跟经济发展的意义来讲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的速度 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了很多 快了非常多的话 他资本的回报就会比较高 那资本的积累就会比较快 产业升级的速度也比较快 那你附加价值 新的产业可以不断有限 所以懂得利用护发优势的话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了非常多 然后这里面的表现是 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 英国最早开始 然后他经济翻一翻 首用的时间 第一次翻一翻首用的时间 工业革命经济第一次翻一翻 首用的时间 英国最早是58年 后来美国变成47年 日本名字微信以后 学了美国的 变成34年 然后二战以后 土耳其他第一次翻一翻 首用的是22 20年 巴西用了18年 韩国用了11年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用了10年 然后我前面讲 工业革命以后 经济增长速度 以前非常慢 以后加快 加速度的加快 那么到20世纪 平均每年 人性社会的增长 是2% 加上人口的增长 大概1个百分点 花达国家增长 大概就在3个百分点 但发展中国家 那些表现比较好的 发展中国家 二战以后 像日本 亚洲四条小龙 还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如果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3% 这些经济体 它都可以7、8、9、10 而且可以维持20年后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从24月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 他们懂得利用核发优势 维持的20年后更长的时间 每年百分之7或更高的增长 当中表现最突就的是中国 因为是36年 而且是9.7%的增长 这实际上 并不是说我们花明了多少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多少 是我们真正自己花明的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各位很难想得到 大部分是引进对不对 那如果引进是不好 怎么能够改革开放以后 这么快速的花展 如果要讲说我们自己花明的 可能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自己花明的还多一点 现在土悠悠得到那边 那不要讲 那也是改革开放以前花明的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利用核发优势已经36年了 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核发优势 那么怎样来定义核发优势呢 我想定义核发优势不在于说我们已经利用核发优势已经多少了 我要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产业差距还有多大 怎样来衡量技术差距跟产业差距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看人均GDP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 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你平均的技术水平 给你产业的附加价值的水平 对不对 然后人均GDP的差距越大 就代表技术跟产业附加价值的差距越大 那我能看到的可以做比较长期比较的是 Angus Madison他在2010年过世之前所公布的2010年的数据 2010年的数据到2008年 2008年的时候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我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 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新加坡1967年我们台湾1975年 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 然后日本在那样的水平之上 它维持了20年每年9.2%的增长 新加坡20年每年8.6%的增长 我们台湾20年每年8.3%的增长 韩国20年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 它利用这个豪华优势 同样一个水平的豪华优势 维持了20年7.6%到9.2%的增长 它们是实现的 实现的代表有可能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一般讲说 从2008年开始我们有20年每年8%增长的潜力 它们实现的就代表有可能 所以说是潜力 那当然呢 从2008年到现在又过了7年 所以剩下13年 还有8%增长的潜力 那如果这个潜力能挖解出来 从2008到2028等于2030年吧 从日本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话 它们利用这个潜力20年以后 通常呢 它们人性GDP就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多 如果我们把这个潜力用出来到2030年左右 我们人性GDP大概就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 但是我们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啊 我们人性GDP要是美国的一半的话 我们经济张力规范就美国的多少啊 像美国的两倍啦 按照购买的这个计算 从人均的生活水平来看 如果从生活水平每个人来看 当然是看人均 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的话 是看总体啊 所以到时候 我们就变成前世纪最大的经济体 而且呢 跟美国的差距就拉开了 现在呢 我们是跟美国大约相当 对不对 按照购买率评价计算 当然按照市场位置计算 还比美国小 但购买率评价计算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它实际上代表 你能消耗的多少 你能使用了多少 然后呢 我想呢 在十三五期间 前面讲说 大家对中国非常悲观 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断下滑 然后认为中国的增长潜力 一方面是自己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 二方面呢 潜力也越来越少了 那我前面讲呢 不是我们体制 不是我们没有体制机制问题 是有 但是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 而且固然我们已经有三十六年的高速增长了 但是我们的潜力还相当大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隔几天就要十三五规划 当要在两位上通过了 然后在十三五期间 我们的增长态度会怎么样 从政务所定的增长目标 当然到最后 它还没公布 但我可以猜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呢 我们在十八大的时候提出一个目标 到2020年的时候 GDP 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的基础上翻一番 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的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讲翻一番 十年翻一番 每年7.2% 但我们在2014年以前增长比较快 所以2016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要在6.5以上 那你这样的话就是GDP也可以翻一番 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达到 每年6.5%或更高 这里面呢 因为呢 我们现在经济正常的速度下 主要的是外部性跟周期性 那从外部性来看的话 我认为花达国家可能在十三五期间 2016到2020 还走不出去 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到一个比较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疲软 所以我们出口增长的速度 不可能像过去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 很可能是低水平的增长 甚至是负的增长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增长最主要要靠内需 靠内需的话 有两块主要的内需 一个是投资 一个是消费 那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之间 投资增长跟消费增长会怎么样呢 那么我想来投资增长 一方面要看有没有投资的机会 二方面要看有没有投资的资源 那我认为中国投资的机会也非常多 固然现在大家都在讲产能过剩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产业一般是在中低端的产业 所以我们是中高的收入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 比如说我们钢筋 水泥 电解铝 多过剩了 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 这些产业升级会有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像我们现在每年进口的制造业产品 还达到1.3万亿美元 这都是我们可以升级的空间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做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我们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做了很多 但大部分是临界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高速腿路 高速公路 港口汇集场 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 像地下管网是严重不足的 还有了环境 我们环境退化得非常厉害 那当然我们希望环境好 环境好要投资 还有城镇化 我们现在城镇化的比例是56% 花达国家城镇化都在80%以上 这一点是中国这一个发展中国家 跟花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他们现在经济疲乱 照理说他要发展经济 要增加投资对不对 但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因为他们的产业普遍在世界最前沿 即使有一两个所谓3D打印 电动汽车 但只有一两个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 我们是各个行业都可以产业升级 那花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好 无非就是老旧 老旧的投资跟是瓶颈的投资 回报率完全不一样 老旧的投资从某种程度来讲 这是挖个洞补波洞 那我们很多是平均消除的投资 所以回报率会高 花达国家环境普遍好 成真化已经完成了 所以花达国家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这是我们跟花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判断花达中国家跟花达国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点 那你要有好的投资机会 你有没有钱投资啊 我们相对也好 因为政府的负债 无非占基力比也不过就是百分之不到六十 在全世界属于最低的水平 民间的除息占到百分之五十 还有三点多万亿美元的话还有储备 这些呢都动衡起来就可以投资啊 那这点是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 也有好的投资机会 但它可能政府的财政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民间的除息不足或外汇不足 因为你投资就要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 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动员取来 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投资增长率 那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 有机会就会收费增长 收费增长消费也会增长 所以这样我认为呢 在十三五期间呢 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以上 实现十八大提出两个方一方的目标 应该是有可能的 当然是有可能 它只是可能 要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 要扣很多挑战 这些挑战里面有国内的挑战 国外的挑战 国外的挑战呢 发达国家持续低迷 然后呢 一般呢 如果至于国内经济搞不好 总要到外面去找事情 给我们创造一个不好的外部环境 然后呢 就跟地眼政治联合在一起了 钓鱼岛的事情啊 南海的事情啊 然后呢 国际机构现在已经不能反映 国际的现实了 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 形成的 以美国为首形成 二战以后 美国一个国家的GDP 就占世界的一半了 它现在呢 已经华到剩下世界的百分之二二二十三了 那中国不断地上升 不仅中国上升 印度也上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上升 那照理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要改啊 那现在上层建筑不改 它很重的经济基础啊 所以呢 这些国际治理会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 那怎么去突破 那另外的话 国内当然有不少问题 国内确实有不少结构性的问题 毁坏的问题啦 收入差距的问题啦 职业环境的问题啦 社会发展资货交易啦 技术创新能力啦 法律政治体制的问题 这些都是挑战 那我想呢就是说 有这些机会 这些可能有很多挑战 才需要北大的学生 如果说没有这些挑战 那有你这些聪明的学生 跟面你这些聪明的学生有什么差别啊 这是有挑战 才需要我们这些 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有眼光的人 年轻的学生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想呢 这对北大 我们以天下为己任 就是有这些挑战这个地方 并且有这些可能性 然后呢 利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来克服这些挑战 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 那我们就能够实现 从鸦片战争以后 几代知识分子 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这是我想 应该讲这些挑战 就是我们的机遇 就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机遇 而且如果能够实现的话 那这是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的愿望 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前面讲 为什么我那么幸运 可以变成第一个 从发展中国家去 作为世界银行的手续经济学家 而且如果说 我们这个潜力能发展出来的话 这个机遇会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比如说 我学经济的 我们现代经济 所谓大师级的人物 现在绝大多数来自于美国 或是在美国工作的 然后呢 二十四月大战以前 绝大多数去英国人 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那我相信呢 如果说 我们这个机遇能够实现的话 将来世界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然后那边的经济学家 讲的经济学家 可能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 或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经济学的理论 无非就是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 对不对 而且呢 任何理论应该是 越简单越好 对不对 理论不是越复杂越好 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 那你越简单的理论怎么知道 这个理论是大的贡献 那理论是小的贡献呢 所谓大的贡献的理论 理论不是它很复杂 是它解释的现象很重要 什么叫重要的现象 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现象 就是最重要的现象 过去在60年代 上世纪60年代 70年代 美国非常发达的时候 当时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美国经济只要打个喷嚏 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都患重感冒 对不对 所以你是研究美国经济怎么打喷嚏 比去研究其他国家怎么发生 重感冒的贡献还更大 那如果说我前面讲的 到2030年左右 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 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显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股票市场一波动 美国的股票市场马上波动了 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波动了 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对不对 然后呢 研究这些问题是越简单越好 那你怎么能够提出简单的理论 简单的理论你必须保留 这个社会经济当中最重要的变量 什么样最重要的变量 并不是在发达国家中央在发展中的国家最重要 或是在其他国家中央在这个国家最重要 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但是你要了解什么变量是重要 有进水落台先得越 那些东西都不是从理论推出来的 从现象观察出来 对现象的把握 这个现象的把握你必须对这个国家的历史 这个国家的地理 这个国家的文化全面的把握 你才能够知道哪个变量重要 这些造成呢 有进水落台先得越 也就是为什么 亚当史密出版国务论以后 现代经济学变成一个独立的科学 以后早期的时候 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经济的时候 最重要经济的时候 著名的经济学大部分是英国人 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 然后后来奥斯大战以后 美国变成最大经济体的 最重要的国家的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 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这个也会在中国发生 如果中国继续发展 那么不仅是经济学这样 政治学 社会科学都这样 自然科学好像没有国界 对不对 但是自然科学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 非常花钱的对不对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那如果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 是美国两倍的经济体的话 我们在科研的投入 就可以美国的两倍啊 然后这不仅是科研投入 而且还看你聪明的人有多少 对不对 聪明的人是服从常态结婚配的 每个国家多少聪明的人 比例是一样的 那我们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我们聪明的人是美国的四倍啊 所以我们要是说投入 美国的两倍 我们聪明的人是美国四倍 那我们成功的概率是美国的八倍了 对不对 所以将来呢 拿诺贝尔讲的自然科学家 也会大量的在中国出现 就像现在大量在美国一样 那你要是工程师也是这样啊 你的工程师有多大的成就 绝对你有多少机会啊 中国的机会最多啊 那你当政治家也一样啊 你的国际政治地位 决定你国家的地位啊 所以呢 当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而且是比美国还大量倍的经济体的时候 那我们的政治领袖必然是在国际上面的 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啊 那从企业也是这样的 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2002年 我应该要去做一个演讲 跟这个题目有关 2002年的时候 全世界500强的企业 美国196家 将近40% 当年中国只有11家 那沿着中国奇迹那个思路 我判断到这个2030年的时候 整个局面会改变 中国可能占200家 美国呢 大概100家不到 当时大家都认为我是天妈夜谈 但是现在基本已经很接近我的事实了 2014年的时候 500强企业当中 美国128家 中国已经是99家了 我相信在3、5年之内 到13、5规划时间以后 我们在世界500强的企业 数量都要超过美国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要是从事企业的 很可能到 你们变成公司老总的时候 你的企业就变成全世界500强的企业了 所以啊 这是基本上会给我们 不仅是说 我们贡献于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变成现实 要让我们了解这个现实 我们就必须了解 为什么过去 我们同样是中国人 同样是这块土地 过去 大家也非常努力 但为什么没有实现 这个也很忘 现在呢 经过30多年 快40年的发展了 这个目标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还有很多客 困难要客户 怎么来客户困难 所以是这堂课想跟各位探讨的 时间有限 我就不想不讲课程大 课程大 各位可以在这个课堂上面 在网上看 基本上呢 这堂课 除了主要是我在这边讲 因为课堂太大了 不能开讨论会 然后呢 一些讨论的问题 会出一些问题 让各位讨论 然后我们现在很方便 有网吗 助教大概跟各位讲了 可以在网上进行讨论 然后呢 这堂课 有一个期中考 有一个期末考 期中考占30%的成绩 期末考占50%的成绩 平时作业占20%的成绩 还有论文竞赛 真文竞赛要评讲 那论文竞赛好的 除了给奖金之外 还有我签名送书 还可以跟我一起照相 好 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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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